2001年45岁的陈道明,黄袍加身,在金兰殿不动自威,俯瞰群臣时,数千万的观众,心里都得出了一个定论 中国迎神国上下的史诗神剧《康熙王朝》,以破竹之势,动摇了大寨门的国民地位 而陈道明也凭借此剧,在沉寂九年后,重新回归业内顶位 可以与其说是康熙王朝成就了陈道明 不如说是陈道明的出现,给了康熙王朝名垂青史的机会 当年此剧的导演刘大印先后寻了江文交谎来出演康熙,却都以各种理由悖剧 而读了剧本的陈道明却一拍大腿,当场答应出演 只是一道正式开拍,陈道明的表现却让导演和一众演员冒了冷汗 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演员 在现场,陈道明常常扔掉剧本,随性说辞随心所动 在一场索额图劝说康熙不要撤三番的戏中 越听越气的陈道明一碗茶水,泼到了索额图的脸上 可这并非导演安排 之后,陈道明向扮演索额图的薛忠瑞道歉 他说自己当时就是康熙 所作一切只是为了当好一个皇帝 还有一次,他听到大阿哥被俘虏 原剧本只要大骂一顿,再叹口气 可陈道明却在第二遍时,冷不丁地把大阿哥叫到床前 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又毫不手软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导演再次猛掉,上次是泼水 这次是打人,播放到如今的舆论环境 陈道明早已被扣上戏巴的标签 然而,这两个简单动作,却让人一眼看出 他不仅是一位维护皇家脸面的帝君 还是一位后悔教子无方的人父 而后面的这场戏,则直接封住了剧组 所有对陈道明有意义的悠悠之口 当年陈道明翻烂了史书典籍 将善于运用全术,懂得恩威并己的康熙帝 牢牢印在骨髓里 所以,在一场怒斥群臣的戏里 陈道明坐在金丸殿一拍脑门 就临场发挥了一段拍案叫绝的表演 这段七分钟的临时起义的演讲 在陈道明口中驶入大江平铺 时而陡然震怒 陈道明让全国观众看到了 帝王即是心怀天下的君 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他陈道明则更是不容小人去的人 只是陈道明的这种演法 必须要遇到宠他的导演才能尽情发挥 否则就会像无间道三一样 一个国民级影帝成了陪衬他人的花瓶 17年过去了 那个说要帮富彪养儿子的葛优 履行承诺了吗 2005年富彪肝癌去世 当时娱乐圈半壁江山都参加了葬礼 因为富彪生前帮助的人太多了 在葬礼上一向强势的冯小刚念道词时 几度哽咽 而富彪那年仅14岁的儿子傅子恩 仿佛一夜长大的感慨道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父亲感到高兴 因为他已经有一年没有好好休息过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然而富彪去世前欠下了一堆高昂的治疗费 好在冯小刚帮他还清了200万的债务 而张国立和邓杰则帮助富彪的妻子张秋芳开办公司 葛优则承诺会抚养富彪的儿子傅子恩 傅子恩成长的过程中 葛优是其微己出 资助他去国外留学 为他的培养费尽心思 傅子恩18岁那年生日 葛优取消了所有的安排 全身心地陪伴着干儿子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 他替富彪完成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但在公众面前 葛优却不轻易透露这些 这也符合他低调的性格 以及对好兄弟的沉默 毕竟这些不是用来炒作谈资的 而傅子恩也没有辜负去世父亲的期望 201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起初他想继承副业学习表演 但葛优和冯小刚两位叔叔经过考虑后 建议傅子恩还是选择导演这个方向 为了满足傅子恩演戏的愿望 葛优曾在电影《气喘叙叙》中 给傅子恩安排了一个嘻哈风格十足的韩国少年 这也算是实现了傅子恩的心愿 在葛优和冯小刚的保驾护航下 傅子恩的事业说不上万事如意 但也平安顺遂 2016年他自编自导了第一部电影《站住别跑》 不仅提名了2016年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 还获得了亚洲新媒体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而他的母亲张秋芳生意也越做越大 如今已经拥有了30多家连锁店和自己的影视公司 身价早已过亿 在这期间 很多人曾劝张秋芳再嫁一个 但他总是委婉谢绝 因为他心里一直忘不了傅彪 即使在傅彪去世后 他的朋友们对待他的家人 仍然像初次相见一样热情 这也证明了傅彪的人品真的非常好 所有来中国捞钱的明星都请拿出他的诚意 就在此前 浪姐似火热开播 日本选手美伊里牙凭借神区急了净土 直接在那鱼杀疯了 人气票数断层 第一狂甩 第二名谢纳三千多万 直接断成了东非大猎谷 驾世纪当年血洗臂战 似乎还要再涂芒果 但节目播出后 也掀起不少争议 认为有必要这么狂捧一个外国人 帮着他打那鱼脸吗 甚至还是一名日本人 对此网上早就给出过生意 爱国绝不是锁国 一档节目而已 无需掺杂太多 何况那鱼现状 早就需要有人来对比教育 而美伊里牙的人气 也绝不是虚高 唱跳俱佳的实力 亲切热情的性格 可爱甜美的颜值 以及胡依莎的buff加持 让他人气想低都不行 但最重要的是 在这位外国人身上 无数网友却看到了 比很多那鱼姐姐 还要充分的诚意 作为一档唱跳 近年节目 出舞台上想比有的姐姐干巴巴战装 有的姐姐实力不佳 全程要调音辅助 有的姐姐随意应付 被吐槽滑水 美伊里牙 则是全场为二 全开脉唱跳的选手 而尽管带来的是 日本歌曲 她也会特意填唱中文歌词 在得知一场演出受尽喜爱后 美伊里牙也立刻发文 回应表达感谢 当节目中跟别人交流 听不懂时 她的方法就是先说谢谢 欢迎来到 哦 谢谢 长沙 谢谢 欢迎来到 陈峰2023 除此之外 美伊里牙还十分严谨懂事 在官宣演唱会形成时 直接将台湾明确归属到中国 甚至早来上旺节之前 美伊里牙就曾写过一首桃园练歌 而这是她专门送给中国粉丝的歌 在接下来的演出上 她还将搭档神曲制造机 龚琳娜一起演唱花海 当练习视频公布 二人的清唱直接暴露唱功 而认真学习中文的美伊里牙 还被弹幕落屏 咬字比原唱周杰伦都清晰 如今在二次元护驾下 美伊里牙暴杀内鱼 这其中除了情怀的加成 也再次印证了 真诚才是稀粉的捷径 实力才是最大的资本